这一天律师威德刚从医院休养好回家 在车上听着护士唠唠叨叨的 威德只是感慨 您能安静一会儿吗 到家后威德对管家说 几个月没见我想死你了 管家说主人您当时住院的时候 我点了蜡烛祈祷了 威德说那我谢谢你 管家说不用谢 我是为自己点的 看着已经有味道的假发 威德有点心痒痒了 毕竟几个月没出庭帮人辩护了 管家也是很懂 马上拿出一堆案件 有离婚的偷税漏税的 保险索赔的 主人您看哪个合适 可这些普通的民事纠纷 威德根本看不上 最主要还是医生建议 为了心脏最好还是在家调养 没酒喝没烟抽 已经让威德很煎熬了 再想着要和老护士一起上楼睡觉 就是一个灾难呀 管家给威德新加装了一个电梯 来来回回上上下下 还挺好玩的 威德就拖一会儿睡觉时间 就是这个时候 同行律师没休 带着客户沃尔来求入威德了 可再紧急的案件 威德也是不想接的 但看到没休身上的烟 威德就让没休进办公室讲讲吧 主要还是想抽烟啊 没休说外面的客户沃尔 卷入了一个中年妇女艾米被杀的案子 有一堆间接的证据指向 就是沃尔干的 威德一听还挺有意思的 就让沃尔进来再讲讲 没休就对沃尔说 您这个刑事案件在高等法院受理 只有威德这个高级律师能辩护 我做不了的 您得把细节真相好好给人家讲清楚 行吧 沃尔就开始科普自己的故事 沃尔之前当兵的 回国后从事过维修工 检测工 推销员等等 没有犯罪前科 关于和中年妇女艾米相识的故事 还得从9月3号那天说起 那天刚好是沃尔老婆丽丽的生日 沃尔就到街上逛逛 给老婆准备生日礼物 路过一个商店门口 看着妇女艾米在挑选帽子 沃尔就摇摇头 这个不好看啊 那艾米健壮就换了一顶帽子 再让沃尔看看 沃尔就点点头 这个还不错的 就是这么一个互动 艾米就出来问 您真觉得这个好看吗 沃尔说那肯定啊 这个帽子您一戴 就显得很搭 很有品味 艾米听后笑得合不拢嘴 没想到之后 两人又在电影院偶遇了 进一步熟识后 艾米干脆邀请沃尔到家中做客 沃尔也戴上了自己发明的打蛋器 展示着这个打蛋器 能把蛋黄和蛋清分开 艾米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可管家知人尼 似乎一点都不喜欢沃尔的到访 当了解到艾米的丈夫已经离世 沃尔男人的直觉也感觉到了 虽然年龄有差别 估计艾米对自己是有意思的 之后沃尔每周都会来拜访艾米一两次 两人就是一起听歌喝酒聊天 律师听后就反问了 那艾米当晚被杀是怎么回事呢 沃尔就继续说 当天10月14号晚上 晚上8点我拜访了艾米 常规的社交完之后 我大约9点走的 步行回到家大约是9点半 这个我老婆是看到的 之后艾米就被管家发现在家中 用盾气敲死了 那威德听后再反问 你当时拜访艾米 为什么不带上老婆莉莉呢 你老婆知情吗 你在隐瞒什么 沃尔说我和老婆彼此相爱 我也是怕老婆多一吃醋就没有讲 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过程中 威德用眼镜片罩着 沃尔讲述的时候根本没有眨眼睛 似乎他没有撒谎 正说着同行律师布洛也来了 威德就给布洛建议 如果您帮忙辩护 就要从沃尔的动机入手啊 他没有谋财害命的企图 报纸说警方刚从艾米的保险柜里 发现了遗嘱 除了一部分财产给管家珍妮之外 其余的八万英镑赠送给沃尔 沃尔就笑着说 我靠我中彩票了 还推销个屁的打单器啊 我得告诉我老婆 可拿起电话看着律师们严肃的表情 沃尔意识到了 这个八万英镑可是杀人的动机啊 在法庭上是要命的 很快警探带着手下 以沃尔涉嫌谋杀艾米 带走了沃尔 威德还是叮嘱部落 到时候控方进攻的会异常猛烈 要有心理准备 而威德正准备上楼睡觉的时候 沃尔的老婆莉莉来了 既然交给律师部落了 那就让部落去接待莉莉吧 可上楼听着护士唠唠叨叨的 威德觉得真是个灾难 就又下楼听听莉莉描述案情 可听着莉莉的讲述 莉莉似乎根本不在乎沃尔的死活 威德不得不戴上眼镜片 再提问莉莉 威德说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你帮不帮你老公作证 难道明天我在法庭上宣誓之后 就说我丈夫当晚9点26分到家后 就没有再出过门了吗 是这样的不在场证明吗 威德就很震惊 这老婆怎么胳膊肘子往外拐 莉莉说沃尔根本不是我的丈夫好吗 我们在德国相识前 我已经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了 法律上我和沃尔就不是夫妻 说完莉莉就告别了 这下威德觉得这个案子有挑战性了 和部落商议之后 还是自己当主辩护律师接管这个案子吧 次日威德来看守所看望沃尔 见沃尔傻乎乎的问 我老婆怎么还不来看我 她会给我作证吗 威德说别管了 讲讲你和莉莉怎么认识的吧 沃尔就回忆起了往事 那是1945年战争的末期 当时沃尔还在德国当兵 一天晚上看到酒吧门口美女的海报 就进去喝两杯 进去之后现场的士兵 正在围着一个歌手莉莉 听得津津有味 高潮部分大家也是附唱两句 很有氛围 就是这种越来越升级的氛围 有的士兵就怂恿着大家 要看看莉莉的大长腿 见莉莉不配合 接下来一个老兵就把事情 上升到唐山烧烤店事件的低配版 老兵直接把莉莉的长裤撕扯掉了 现场的大伙一看 瞬间赶紧舔狗一般的蜂拥而至 现场马上混乱不堪 很快警察赶到现场 把闹事的都带走了 几分钟后沃尔就再来的酒吧 把自己没喝完的酒喝掉 此时的现场已经是一地鸡毛了 看到莉莉在找手风琴 沃尔一不小心还真的踩到了 就是这么一个契机 沃尔安慰着莉莉 刚好包里还有一杯咖啡 两人喝一杯吧 这样来回交换着信息 而莉莉也是一个情场杀手 喝着咖啡作为回馈 就给了沃尔一个吻 沃尔也主动再回一个 沃尔说咖啡能换一个吻的话 我这里还有培根啊果酱啊 还能换什么呢 莉莉说那我这个人给你吧 刚好沃尔一个兴奋 把床给是他了 伴着这种避难共同体的氛围 两人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样的话 当年沃尔就带着莉莉一起回国结婚了 听完这个故事 威德只联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莉莉隐瞒婚姻 很有可能是骗国籍的呀 让她出庭作证的话 很有可能不靠谱的 次日中央法院公开审理的沃尔 涉嫌谋杀艾米一案 本次案件采用的是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中有可能是来自 推销员老板 修理工等组成的团体 只要陪审团中 大多数人最终认为沃尔有罪 那就是有罪 反之则是无罪 控方律师梅斯回顾了沃尔和艾米的相识过程后 案件审理开始 梅斯叫来了第一个证人 也就是负责此案的警探 警探就说了 死者艾米当晚确定是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 被人用盾气敲死的 威德虽然迟到了 可坐到位置上 听着梅斯和警探的陈述 威德就赶紧反对 威德说请控方律师注意用词 把沃尔称作凶手是不合适的 我们根本不确定 当晚攻击艾米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法官纠正后 梅斯继续问警探 警探你当时认为发生了什么呢 威德又马上反对 什么叫做你认为 麻烦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好吗 行吧 警探开始公布当晚发现的证据 现场勘查后查到了三个指纹 管家称您沃尔以及艾米的 当时现场一片混乱 窗户室内外都有碎片的 梅斯就说了 警探你的意思是有人入室抢劫吗 威德再反对 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警探好吗 行吧 告别语言暗示 不要搞这一套了 什么花里胡哨的 警探直接再上证据 这件外套就是在沃尔加找到的 袖口上有血迹 血迹的鉴定结果是O型血 而死者艾米的血型也是O型血 看似是两个重磅炸弹 威德淡定的站起来逐一辩驳 首先三个指纹不能证明什么 也有可能是攻击者戴了手套 根本没有采集到 其次我们来看看警探 您询问沃尔老婆莉莉时候的笔录 莉莉说这个外套的血 有可能是沃尔用刀划破 标到衣服上的 警探您看看是这个刀吗 警探说是这把刀没错的 随后威德拿出沃尔之前在医院的献血记录 很抱歉各位 这张单子显示沃尔自己也是O型血 也就是说这个外套上的血 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行吧 空方传唤第二个证人 艾米的管家珍妮 珍妮是极其讨厌沃尔的 走近场都还在给沃尔翻白眼 都抢走了吗 想想珍妮的证词也是不会往好了说 珍妮就说案发当晚自己9点25回来的时候 就咬定自己听到了沃尔和艾米在讲话的 而威德不紧不慢 就反问珍妮 你这么确定这么恨沃尔 是因为他抢了你英德的遗产吗 珍妮说是的 威德说你确定当时是沃尔在讲话吗 威德就故意表述的时候把沃尔的名字音调放低 珍妮说你大声点啊我听不到 威德说珍妮你六个月前向国民保险 申请了一个助听器吧 你还没有收到吧 您听力不好的话 隔着两个门当时是怎么确认就是沃尔在讲话呢 这样的话珍妮的话根本不能作为证据的 法官就让珍妮下去了 很快审判进行到了第三天 控方这边放出了一个真正的重磅炸弹 传唤控方证人沃尔的老婆莉莉 威德本以为反对一下 莉莉是沃尔的老婆啊 她的陈述有助于被告的 根本不能作为证人 可梅斯拿出莉莉之前在德国的结婚证 很显然之前的结婚证还有法律效力 莉莉法律上现在根本不是沃尔的老婆可以作证的 莉莉站到上面一陈述 直接改变了案子的走向 莉莉说当时我老公沃尔是十点十分到家的 就是他杀了艾米啊 当时沃尔亲口告诉我的 衣服上的血也是艾米的 这些都是事实啊 即便之后威德以莉莉的身份为切入口 质问莉莉的动机 再向陪审团暗示 莉莉也是个骗婚的女人不可信的 可在控方律师的诱导询问下 莉莉说我是清楚的 在法庭上做伪证是很严重的罪行 我却是在现实里撒谎骗婚 但我现在说的都是事实啊 加上最后的结案陈词环节 控方律师抓住沃尔工作不稳定的收入低 反复旁敲侧击沃尔的人物侧写 向陪审团力胜沃尔是有谋财害命的企图的 这个案子的结果我想大概各位都有答案了 回到家想想明天的审判结果 威德有些不甘 竟然会输给莉莉这么一个渣女 可这是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 一个神秘女人打电话声称有莉莉的黑料啊 想卖给威德 那威德就到火车站和女人见面了 见面后女人语句的描述中充满了对莉莉的敌视 这个黑料其实就是莉莉和其他多名情人来往的信件 女人说50英镑您拿去好了 见女人拨开自己脸上的伤疤似乎和莉莉有过节 威德就觉得可信 于是把这些信件买了 次日开庭威德就引用以前案件的情况 要求最后再传唤证人莉莉 法官就同意了 看着威德读着撩骚的信件 莉莉就说这根本不是我写的 我写的信都是小信纸 上面都是蓝笔写的 威德再亮出一落的小信纸 你是说这些吗 引莉莉上钩之后 威德就读出了莉莉和情人最关键的一封信 信中的内容是 我亲爱的情人 我的丈夫沃尔遭遇了一个意外 我现在是关键证人啊 想想吧 如果我不给丈夫作证的话 他就背叛有罪执行绞刑 我们俩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你再等等吧 我是爱你的莉莉 威德读完这个信件 现场一片哗然 结果也和大家想的一样 陪审团最终裁定 沃尔谋杀艾米不成立 无罪释放 沃尔听后赶紧激动的感谢律师团队做出的努力 人群散去之后 莉莉在走廊也是被群众围堵 骂得很惨 你这个渣女 那莉莉就回到法庭 闭一下补补桩 可莉莉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威德震惊不已 莉莉说感谢威德你给我的灵感 我就来了一个反操作 我想到了一个点子 那我本来就是骗婚的呀 我不是沃尔的老婆 这样反向作证 在昨晚我扮成女人给你一个信件 这个案子不就翻过来了吗 莉莉随后掀起头发 威德你还记得 昨晚我晾起伤疤的样子吗 威德还是没有听明白就反问 你想帮沃尔脱罪的话 你可以信任我呀 我完全也可以帮你脱罪呀 莉莉说你还没有听明白吗 沃尔当天是十点十分到家的 他确实谋财杀了艾米啊 他到家后就求着我救救他 正说着沃尔也过来了 沃尔笑着说 威德我跟你说了 我老婆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吗 愤怒的威德听后把假发摔起来 你们玩弄了法律不得好死 莉莉抱着沃尔说 都不重要了 我们可以远走高飞了 而这时又来了一个反转 一个从头到尾都在观看庭审 名叫戴安娜的女人 飞奔过来抱着沃尔 两人亲吻之后 戴安娜就说 你无罪了 我们可以度蜜月了 见莉莉很震惊 戴安娜摆着慈敬女的姿态说 莉莉注意你的用词啊 我现在是沃尔的女友 我们秘密交往几个月了 我比你年轻 我们现在要拿了钱去国外浪了 眼见两人要走 莉莉就抱着沃尔说 你不能这么对我啊 我帮你脱罪了 沃尔就说 你骗婚的呀 我也给你国籍了 我们现在扯平了 见莉莉还是不罢休 沃尔就说 你想想之后 检察院如果以做伪证起诉你 你自己的下场吧 莉莉说 我管她个蛋啊 看见桌上的刀 莉莉直接拿刀给了沃尔 致命了一桶 就这样沃尔直接突发的挂了 戴安娜见状痛哭不已 听到声音 其他人员进来询问怎么回事 威德说 莉莉只是处决了沃尔啊 听威德这么说 故事就说取消行程吧 看来你还得继续辩护啊 威德站起来说 对的 把我的同伴叫过来 我们得准备为莉莉做辩护了 到这里 这个故事也就结束了 我们有缘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